老師們大家好 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真的是只能夠很驚訝也很驚豔 因為在過去開會也將一兩年的時間 會議上有討論說這本書要怎麼展示 然後去做作品要拍照要做紀錄 然後還要在編排然後還要在綜藝對照 所以收到這本書的時候發現 真的是當時會議我們提到討論到 真的把它做出來 而且是如期做出來 甚至展覽就做好了 才有辦法在現場拍照 把現場展出作品的照片放在畫車裡面 光澤一點 這個是很多大型展覽做不到的 很多大型展覽畫車都是開展完之後 才有辦法出 但是這本畫車 這本專書居然就提前 就成如副作副市長剛剛提到的 就是反方球員館長和團隊的執行效率很高 所以收到這本畫車覺得真的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它可以作為 尤其是從去年底開始 台南到處拍花的台南400的盛況 包含我今天去安平看無人機的表演 然後無人機又把台南400的logo也把它秀出來 那我旁邊的一般民眾 家長跟小朋友在講說 為什麼台南400這個什麼意思 一般民眾還不知道 到現在還 一般民眾 只賣400塊的 他們對於台南400這個400本身 他們的意義還是不清楚的 所以這樣這個展覽在台南社會美學館 它本來這樣的場域就是很歡迎一般大眾 它不是美術館的殿堂 它是更親民的一個展場 更適合在今年2024這個時候 當你不知道台南400這個logo到底代表什麼 就是舉家過來看這個展覽 透過楊老師的作品和一些文字的介紹 和一些兵器的說明等等物件的一些產術介紹 可以讓民眾更加清楚說 原來從去年到現在整個師父 他們的忙碌那麼辛苦 然後中央地方花了那麼多經費 可以達到教育民眾的意義 那剛剛局長和小老師 你都有提到歷史的部分 那也是一個很棒的歷史教育的場合 那我在生物美學館的臉書上面 有看到很多一系列的活動 還有每一個活動有針對是教師群 或者是民眾群 或者是學生群等等之類的 所以生物美學館在這方面也很勇行 所以整個配合展覽出版 它一系列的論壇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時間點 然後也在2024的現在才2月而已 所以接著整年到年底 再配合怎麼畫 彈人士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慶典活動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教育的場合 讓我們再來看歷史這件事情 然後再回歸到剛剛從一開始提到歷史畫 我腦袋開始想說 如果就藝術史來看 一開始的歷史畫會出現在什麼樣的場合 我腦袋出現的反而是希臘羅馬神話時期 那一些被靈造被寫出來的神話的歷史畫 不是真實的歷史畫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 離我們比較近一點的 應該算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 比較蘇爾北邊他們在透過比較寫實的技術來闡述 某种正式宣传倾向的一些不见得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话 但是我刚刚讲的不见得完全真实的历史话 这个又连结到刚刚玛丽老师有提到历史诠释的部分 谁的观点来看历史 然后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文化研究 他们的证据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看到的历史 跟50年前看到的历史 可能会有落差 不管是主办历史的落差 当权者或是书写那一支笔 那支笔就几乎是一个武器 文字本身就有很大的力量 它可以力量强到 它可以影响到民众的意识形态 历史的宣誓 然后可能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证据 会有不同的呈现解读说故事的方式 所以画历史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会议的场 第一次看到杨老师的作品 是透过头一巾 脱出来的图像 我就想说这样子的创作的媒材 在现在的 不管是台湾艺术界或国际艺术界 是很少会被创作的一个主题 因为他在画的本身 他就不容易 如果是学院出来的艺术家 说实在他可能 兴趣很低在画这样的题材 因为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做考古研究 不管是你画历史的话 譬如说那张海报 他手上的拿那根旗子 旗子上面的图像 或者是那个武器 或者甚至那匹马 身上的配备 这些都需要做考证的 并不是说 一般的艺术家 他可能就画一个 他觉得视觉上 有美感的东西而已 而是历史话本身 他有很大的挑战度和难度 这个也是我很佩服杨老师 他可以身体力行那么久 而且刚刚听到农舍 工作室的故事 我当下觉得师傅真的是很不容易 可以让杨老师可以那么专心 几乎把你的时间精力 除了教学和生活之外的时间精力 放进去 我觉得很了不起 除了在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物物件 我记得会议里面杨老师 他三不五十 每次会议都会拿一些东西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画家 一个艺术家 他的每一件创作 真的是他的心血 从地点 要画哪一个地点 地点本身就有故事线 刚刚杨老师他有很简短的介绍 然后还有故事本身 他画哪一个场域 哪一个点本身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杨老师给我们大家一本书 那本书是一整本 全部都文字的研究出版的那一本 就是杨老师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真的把台湾400年 就那一阵子到现 那一阵子的一些历史考证研究 自己都有很用力的做了文献的探讨 之后那些知识转化成作品 才会有令人敬佩和感动能性的地方 那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那对我很期待 待会我们就可以上去好好看住 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 谢谢 好我们谢谢陈老师 最后要请这个 来 Međ 呀 i 我